观众们大家好,我是VC老师 今天我要做一个新的模型了 这个叫做太阳系行星1模型 最近我在学生们探讨的比较多的话题就是太阳系八大行星 还有什么旅行者系列的星际探测一页 下面我们来做一下 首先这里有这个板件 这个板件就是八大行星以及太阳的一些零件 两半合起来就是个球体了 不过上面没有颜色 我们为了做出像这个上面一样精彩的颜色 我们需要用丙系颜料涂上去 另外这里面还附责了一个环 这个环很显然就是给土星的土星环在这边 那么我们要把它制作出来 并且让它能够转动起来 好,我们发现这里面的零件是有一些毛刺的 为了让这个模型变得更加的精美 我们是需要把毛刺修剪掉的 好,那么我们把这个斜口钳拿出来 修剪一下这个毛刺 还挺好修剪的 那就不用用笔刀了 因为这是个圆弧形的 如果用笔刀去削的话 有一定的危险性 用这个斜口钳贴着圆形的这个面来剪的话 剪出来还挺圆的 这里面还有各种行星的名字 好,安装指南 只要把这些凹凸不平的地方涂上相应的颜色 什么 专属于你的夜光太阳系天象 原来这还是夜光的 有一点点绿油油夜光的效果 哇塞,各种行星的这种介绍真是不错 哇,还有教你颜色混合以后会变成什么效果的 我们完成了这里的基本组装素足 那么这个为什么裂开呢 因为这是土星 土星的话还有个土星环 我要给它涂装 所以先涂装完 等它干燥 然后再装土星环 我发现这个地方做得非常不错 这个地方 每一根这个手臂上面都有细节 他们都用英文写上了这颗行星的名字 比如这个叫Mercury 然后上面写的是36 million miles from the sun 这里面都有跟太阳之间的距离 上面都写了 比如第二个叫Phenus 这个金星的话是多少呢 67 million miles from the sun 他们这里面都有跟太阳之间的一个单位距离 包含那个单位 然后Earth Earth是多少呢 93 million miles from the sun 哇塞 九亿三千万英里离太阳 这也是一个叫天文单位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天文单位就是指的一个长度距离 地球距离太阳多少距离 天文单位没有光年 远远没有光年来的长 它的单位叫AU 我们来先给太阳土上鲜艳的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等它干燥 干燥完以后呢 我们要继续涂 好了终于终于涂装的差不多了 地球我涂的最令我满意 因为上面的颜色块 都是根据大陆的形状基本上都描出来了 好了经过了一个多晚上的凝固 还是很漂亮的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